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引以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P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当地时间19日 法国奢侈品品牌爱马仕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到起诉 原因是爱马仕只允许 有足够购买记录的客户 购买其品牌特定型号的包 这一规则涉嫌违反了反垄断法 当地时间19日 两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居民 在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指控法国奢侈品品牌爱马仕的销售策略 事先违法 原告在诉讼中指控爱马仕销售人员 通过推动顾客购买其品牌的鞋子 围巾 瓷器 珠宝等商品来获得购买Burking包的资格 而这一捆绑销售的做法违反了反垄断法 原告还在诉讼中指出 爱马仕员工销售Burking包时无法获得用金 但销售其他商品却可以获得3%的用金回报 销售人员因此会被鼓励搭售其他商品 另据法新社报道 这一案件属于集体诉讼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消费者加入诉讼程序 Burking包为爱马仕旗下高端奢侈品 售价从1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推荐视频 日前 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一批人事任免 全文如下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任免陈城等职务的通知 川府含202490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陈城为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 张贤翠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李扬春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免去 李强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职务 陈城的四川省财政厅总会计师职务 特此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2024年3月20日 免则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 版权和其他问题 请在30日内与本公众号联系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跆拳道黑带国家一级运动员 省跆拳道73公斤级职业赛冠军 吉林省第七届博奥杯冠军 沿边州跆拳道邀请赛冠军 是从体育馆会长辈冠军 吉林省第二届武林大会冠军教练 他是海军某总战汽车连战士 霍康义 看到他的过往 战友们连连称赞 不禁感叹 这也太运河了 他是专业跆拳道运动员 拥有多个冠军头衔 2002年出生的霍康义 从10岁开始接触跆拳道 在武馆教练的重点培养下 渐渐成长为专业跆拳道运动员 多次参加省市级比赛 13岁就在比赛中展露头角 多次在省级比赛中斩获冠军 15岁获得中国跆拳道协会官方认证 霍康义佐二 在某跆拳道赛事上合影 毕业后 曾有多家俱乐部和武馆 高兴聘请他当教练 但霍康义坚定选择了参军入伍 霍康义的获奖证书 习武之人就应该当兵 军营是我的梦想 霍康义从小就喜欢看军旅剧 一部海军电视剧火蓝刀锋 在他心里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他说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 为以后参军做准备 2023年3月霍康义参军入伍 多年的训练塑造了霍康义强健的体魄 更淬炼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参军后 霍康义很快适应了新兵连的节奏 在新兵首次考核中 考出了3公里12分8秒 引体向上22个的好成绩 在新兵连名列前茅 成为新兵训练尖子 在结业考核中 被评为优秀新兵 下连后 霍康义选择了驾驶专业 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员 他说要争作一名 上车能驾驶 下车能战斗的兵 霍康义在驾驶训练中 希望能拿第一 为连队争光 来到连队不久 他作为跆拳道冠军的消息不禁而走 许多老兵听说此事 都对这位冠军的武艺充满好奇 不少人跃跃欲试 想看看冠军水平的深浅 结果每次切磋都被霍康义击败 只要战友向他请教 霍康一定会倾囊相受 还常常利用文体活动时间 教授占有跆拳道 散打等格斗技巧 霍康义和占有交流格斗技巧 虽然在格斗领域小有成就 但很快霍康义发现连队里 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兵比比皆是 体能好 武艺高的老兵也不在少数 这让他认识到 与优秀的老兵相比 自己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从小就习武的霍康义 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沉下心来学习 向老班长请教 不到一年时间 不仅掌握了驾驶理论知识 更能熟练驾驶全部基础车型 当被问及今后的目标时 他说 希望能在以后的驾驶专业比武中 拿第一 为连队争光 从运动场到练兵场 从领奖台到比武擂台 近年来像霍康一样 越来越多的冠军 国家一级运动员等身怀多种技能 在各行各业取得优异成绩的能人 参军入伍 在部队带熔炉 绽放青春光芒 热血军营 期待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 祝福他们在军营越战越勇 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为贯彻大健康 大卫生的发展理念 推动落实预防为主工作方针 实现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合作 全社会参与的 促进全民健康长效机制和工作体系 日前 省卫生健康委 联合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 制定出台甘肃省 全民健康工程实施方案 2024到2027年 方案提出 将大健康 大卫生理念贯穿全程 从影响健康的主要行为 和环境因素入手 营造健康环境 推进健康行动 改善健康行为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到2027年 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 得到有效控制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8% 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 在现在基础上再提高一岁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健康公平 基本实现 方案明确的重点任务包括 坚持预防为主 实现大健康综合治理关口迁移 重点建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决策机制和主要健康风险因素 评估干预机制 坚持共建共享 积极推进健康环境建设 重点开展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职业病源头预防行动 伤害预防干预保护行动 无燕环境建设行动等四个专项行动 坚持群防群控 广泛实施健康促进行动 重点实施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行动 全民健身增强体质行动 外人减残降残行动 健康从娃儿抓起行动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行动等五个专项行动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支正规武装部队 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83年9月的一个下午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办公楼隔壁200号楼的一间底楼的教室中 传出了这段带着浓郁浙江宁波相应的普通话 声音洪亮 异扬顿错 这位讲课的老师 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于子道老师 52岁年富力强的他正在给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军事史的课程 作为历史系大三的学生 我和20多位同学坐在下面听课 作为本科生 我们知道一点点这位于老师的故事 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随后留校工作至今 在上这门课程之前 第一次面对面吴娇 应该是他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在复旦一教底楼的T型大教室 主持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给历史系的讲座时 记得当时于老师介绍周一良身份时 称之为同志而不是教授 我们这些下面的小朋友听到感到有一些诧异 现在想起来 在那个讲座时代之前的岁月中 得到同志这个称谓应该比教授那个名头 有更大的政治品位吧 作为浙江于瑶人 于老师18岁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读书 一口宁波相应伴随终身是正常的事情 几年前我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遇到韩启兰教授 Emily Honig 1953到2023美国加州大学圣可鲁兹分校教授 以苏北人在上海 1850到1980和姐妹们与陌生人 上海棉沙场女工1919到1949等文明于世 餐桌上聊起了我们共同的老师 于老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华的美国学者 韩老师曾于1979到1981年 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 指导老师就是于老师 哎 跟于老师上课苦啊 一句话都听不懂此时此刻的他 边说边摇头叹息 真是难为他了 好不容易学会了中国的普通话 没想到来到了中国 遇到了这种飞标的中国话 当年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的往事 韩老师有点不堪回手吧 2014年8月 于哲佐和于子道老师参观 位于台北郊区的阳明书屋 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江一华老师回忆 于老师先后指导了25位硕士研究生 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苏联高级进修生 傅德华等主编 近现代中国战争与社会 于子道先生久之授庆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许言第三页 如果现在再把这些外国留学生全部聚集起来 请他们回忆一下 他们是怎么听懂于老师的宁波相应中文 应该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史背景下的 中外学术交流史上一个有趣的画面 作为距离电视剧繁华中虚拟的 上海黄河路上的支针园 现实生活中取景现在的台盛园饭店500米之外 土生土长的孩子 第一听懂的是上海话 第二是宁波话 最后才是普通话 因为在我家这个石库门房子中 邻居最多的是宁波人 现在听到课堂上于老师的宁波相应 恍恍惚惚又回到了童年岁月 一个学期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于老师布置课程作业 50道课程论文的小题目 整整齐齐写在了黑板上 大家可以随意挑一个 我看到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国大革命时期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眼睛顿时一亮 说起来现在的大学生们肯定不相信 1983年的复旦大学图书馆 纸质版的藏书绝对应付不了那些如基斯科学生的借阅 图书馆不得不限额出借图书 特别是二楼毕价出借的那些图书 好像图书馆规定 新闻系的学生可以每个人一次性借阅试本 历史系只有五本的份额 即便有五本的份额 等您开单子进去叫图书馆老师查看 回复往往是二个字 没有 由此我平时从来不去二楼的毕价图书馆借书 偷懒去历史系男同学的寝室 看他们已经借出来的那些书 我们男同学有五个寝室 我就经常出没其他四个 当然也不放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寝室 我陆续看到隔壁几个寝室里面的同学 借出来的几本新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冯玉祥与革命军等 我敏锐地意识到 这些有参与过中国大革命的苏联顾问回忆录的中一本 是于老师这个题目的一手最新资料 干 作为一位历史系大三的本科生 要认认真真撰写一篇文章 即便是一篇课程作业 即便放在今天 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吧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 有几个镜头 我至今记忆犹新 镜头之一 关掉煤气 放下炒菜产的江一华老师 我现在已经忘记从哪里得知一本著作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江一华老师那有这本书 那天我上午11点左右 去了江老师的位于复旦大学第五宿舍的家 问他借这本书 江老师那时已经是历史系副主任 平时见面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满脸含笑 中年发福的身材 看上去如同弥勒佛 江老师正在煤气灶上炒菜 看到我来了 马上关掉煤气接待我 拿出一包由一张旧报纸包着的复印件 他告诉我 这份复印件是刚刚从北京的中国试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搞来的 复印件还没有装订好 就是一页一页的散装货 我如获之宝 看完后我的一位心灵手巧 有手工装订功夫和兴趣的表哥 帮助装订好这本散装复印件 最后还做了一个正规的封面 这才还给了江老师 18年后的2001年10月 我应台湾地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屡方上所长的邀请 去台北参加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 在会场上意外地遇到了这本书的作者 李云翰老师 我马上请他合影留念 那张合影有三位人 我在右侧 李老师居左 居中是曾经记录蒋介石的口受遗嘱的 大秘秦孝仪 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曾经担任国民党当时委员会副主任的李老师 此时已退休去加拿大养老 他绝对不会想到 18年前在海峡对岸 曾经有我这个历史系大三的粉丝读者 一本台北普通的历史出版物 先整本到了北京 再复印散装到上海 最后成了一份复印件整本 镜头二 上海市科院图书馆 杨康年老师帮助我找书 课程作业一般来说两周之内交稿 因为我准备认真完成 来不及交稿 于是跟于老师说 我要玩点交 可以可以 于老师一口答应 我说要去上海市科院历史研究所借书看 于老师介绍 我去找一位名字叫杨康年的老师 接下来就是寒假 我那时夹在徐家会附近 骑自行车到位于徐家会上海市科院历史研究所去借书看 我记得办公室里面有位女老师 看到我这位大学生愣头愣脑的来借书 一脸的惊讶 这位老师告诉我 杨老师现在已经在上海市科院院部的图书馆工作 这个图书馆不在现在历史研究所 而在位于中山公园后门的华东政法学院的院内 于是我又骑着自行车 兜兜转转到了这个图书馆 见到了这位杨老师 后来才知道 杨老师是上海市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资料收集整理方面 原老级的开拓者 我问他图书馆是不是有1928年出版的苏联阴谋文正会编 杨老师一口答应 爬上爬下 最后从图书馆顶层的一个角落中 找到了这套书的原件 据说杨老师最喜欢读书 特别是看专业书的年轻人 而看到有年轻读者借阅小说书则不开心 看闲书 没意思看到我借阅如此专业的蒙尘图书 杨老师没看眼笑 他也是一口浓厚的宁波香音 啤酒瓶底那么厚的 竟是眼镜镜片后散发出的慈祥眼神 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之所以要特别说这套书是原件 是因为这套书非常罕见 它的编程过程本身有传奇色彩 我从北京的一位名字叫金在吉老师 复旦大学历史系前辈 金冲吉老师的妹妹的文章中 看到这本书名 按图所记才知道天下有这本书 应该有八本 遗憾的是杨老师这里只有四本 补充一句 最后复旦学报出版我这篇文章时 来自这本书的内容留着 书名则被删了 大概因为书名看上去敏感吧 经过一个寒假的努力 我完成这篇约有两万字的课程作业 交稿于老师 过了一段时间 获悉这篇文章的考核成绩为90分 作为一篇本科生的课程作业 这个事情就涨过去 之后一段时间内 我也再没有见到于老师 半年后的1984年秋季开学后的一个下午 我在去历史系办公室的路上 就在外文系大楼这个位置 我与于老师他也在去办公室开会的路上 他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的文章不错 好好改改 我给你投到复旦学报去 我听了喜出望外 自然愿意改 于是我马上修改好 再请于老师提提意见 我再修改好 最后腾亲文稿后 我在文章署名位置写为 于子道许有微 我想这个题目是于老师出的 资料是他指导找的 他帮助修改的 我作为第二作者 天经第一 记得那是一个雨夜的晚上 在历史系办公楼底楼 现代史教研室 于老师看到了这个署名 马上拿出笔 认认真真的把他的名字 涂了干干净净 不留一丝痕迹 他边涂边说 我的名字不值钱 不值钱的 接下来这个文章的进展 我没有问 过了一段时间 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1985年12月 笔者发表在 《复旦学报》的文章 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的一篇三年级的 大学本科生的课程作业 会被《复旦学报》出版 我刚刚知道 原来我还有这个学术水平 于是我马上翻出 我大学四年级的 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金崇远 自己直接投稿《复旦学报》 1987年1月 就是一年后的《复旦学报》 1987年第一期 我看到了我的第二篇论文 《罗伯斯比尔与非基督化》出版了 1987年1月 笔者发表在《复旦学报》的文章 随后我又翻出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另外一篇作业 《时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 对资源关系破裂的影响 及其后果 在投稿学报 周老师看了笑冰冰说 算了算了 现在想起来这个故事 我自己也笑了 年轻有冲敬是好事 但是毕竟不懂事 后来家里乔迁几次 好多书信文件 糊里糊涂就永远离开我了 不过 前几天在《孔夫子网》上看到 我意外看到 我这篇悲剧的33页论文手稿 在明日末季 手稿栏目中挂着 开价200元大洋 轻不自禁 我又笑了 我的上海革制中学的高中班主任老师 得知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时 聊天时告诉我的一位同学 读历史系是要有家学的 他的意思我明白 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的孩子 读历史系是没有前途的 不错 我的爸爸 一位有着小学文化程度的上海小职员 曾告诉我 他对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也做一个小职员而已 我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另外一位老师 沈卫斌教授曾告诉我 于子道 那是教授的教授 沈老师说的一点不错 1999年我身为教授 距离1985年我的第一篇论文在复旦学报出版 这是我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的第14年 是谁帮助一个小职员的儿子 没有阶层固化复制为上海滩的又一个小职员 而成了一位学者 不就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吗 不就是于老师那样一大批 为国欲才而心情耕耘的老师们吗 据我所知 在我们这个1981年入校的历史系50位同学的班级中 王维江同学得到沈卫斌老师的推荐 他的席作《杨玉玲略论》出版在1984年的 《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 李国平同学和历史系赵少全老师 共同执笔的文章《五四运动在复旦》 也出版在《复旦学报》1984年第三期 顺便补一句 和我大学同寝室四年的维江同学本科毕业后 追随历史系朱维征教授读硕士 硕士毕业后去德国汉堡大学 师从富敏仪教授Michael Friedrich读博士 现在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了教授 维江同学告诉我 作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他完成《杨玉玲略论》这个习作后 作者署名出就他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沈卫斌老师照样帮助介绍投稿出版 沈老师至今被大家记得念着 不是无缘无故的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哦 2024年2月16日 笔者拜访于子道老师 2021年 于老师的一些云门子弟和诸多受过于老师长期教会的学生 自愿组织出版一本论文集 为于老师驻九十大寿 这就是由傅德华等主编的《近现代中国战争与社会》 于子道先生久之收清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唯有幸获邀共享其胜 我毫不犹豫把这篇1985年在复旦学报的文章放入这本书中 我认为这是表达对于老师最好敬意的方式 于门弟子为于子道老师驻九十大寿出版的论文集 于门弟子筹备于子道老师九十大寿论文集出版的工作会议合影 记得江一华老师提及 于老师曾经说过 我要争取为复旦工作到九十岁这个心愿 其实此刻于老师已经超额完成了 我建议于老师再定一个小目标 争取为复旦工作到一百岁 于老师加油 于子道老师修改笔者本文的部分手记 精卒您 gemeinsam要证明